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 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增多 南北发展鸿沟不断扩大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与会并发表演讲 在此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 疫情爆发以来 中方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 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同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愿与各国加强合作 共克时间 为疫情后的世界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我们没有必要 也不会从事所谓的干预活动 个别人可能是007电影看多了 产生过多不必要的联想 依据个别人的主观意想 就发表捕风捉影 威严耸听的言论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希望英方的有关官员 不要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 更不应借炒作中国威胁论 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发射活动 发射物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判 各方不应仓促定性或过激反应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警言慎行 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 并按照双轨并进的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同那一副秘书长一直统一 尽快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 尽快完成中海自贸协定谈判 尽快签署中海战略对话 2022年至2025年行动计划 推动双方关系再上新台阶 双方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彼此 维护本国核心利益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海河会国家 维护国家独立安全稳定 将继续反对任何国家 打着人权旗号 干涉海河会国家的内政 海河会国家外长及秘书长表示 各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在涉台 涉疆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海河会国家还坚决反对体育政治化 重申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奥会 相信冬奥会将取得圆满成功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表示 中方倡议设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 探索由中东地区国家 以中东的方式解决矛盾和纠纷 域外国家应当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海河会国家赞赏中方为劝和促谈 推动地区安全稳定做出的贡献 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积极作用 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海部郡树先生在任首相期间 曾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做出积极贡献 现任首相后 也关心支持中日友好事业 中方对海部先生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修战决议 是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 反映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 这份决议 敦促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7天 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 遵守奥林匹克修战 并停止敌对行动 呼吁各国努力促进和平 与人类相互了解 各方切实遵循这一精神 既是责任和义务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我们相信 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奉献一届 成功的奥运盛会 共同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发展 美国反华势力炮制的社将谎言 破坏不了新疆安定团结 和谐发展 人民幸福的大好局面 掩盖不住国际社会 支持中国的正义支撑 只会将撒谎者 阴谋家的真实面目 清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乌云遮不住太阳 只会让人更加欣赏背后的蓝天 反华势力挖空心思 抹黑打压中国 过去没有得逞 现在和将来更不会得逞 世纪谎言的制造者 必将被牢牢地定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